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又跌了53点 这个礼拜周线是跌80点 上个礼拜周线跌250点 上一个礼拜周线跌299点 大盘已经连续跌了很多很多周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又跌了53点 大盘目前的位置高点拉回 从8170到今天的7066 总共拉回是1104点 反弹1561 目前拉回1104 其实这个盘有人说很难做 目前这个盘可以说是10年来 最难操作的盘 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一波涨一波跌而已 不是这样很简单吗 事后看就很简单吗 一波涨一波跌 但是你看盘中的操作是何等的困难 大盘目前跌1104 昨天郭台铭说 台湾的首富郭台铭说 全世界准备要过苦日子 为什么因为欧美不好 中国的衰退 而且明年的年底 中国的工资要赶过台湾 可以说是越来越糟了 所以全世界准备要过苦日子 当大盘拉回跌了1000多点的时候 郭台铭跟你说 全世界准备做苦日子 那真的是很麻烦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来 路遥知马力 乱世变中间 一匹马会不会跑 怎么办 怎么知道 去跑跑看就知道了 说多会跑都没有用 跑了就知道嘛 路遥才能知道 这匹马到底会不会跑 乱世变中间 当平常太平盛世的时候 每个都要是忠诚 当迪连兵临臣下 进来可能要砍头要杀头了 天下大乱了 那时候你才看到有些人赶快收拾黄金 银两珠宝赶快要绕跑了 你才知道哪一个是忠诚 哪一个是正在替国家想办法 替军王效力的忠诚 哪一个讲真话的 哪一个是奸臣赶快绕跑了 去通敌叛国的 乱世变中间 蓝盘见高手 就是因为盘不好做 你才能够看到高手在哪里 大盘如果涨的时候 每个都把大赚钱 你更不想哪一个会操作 但是当这一波跌下来 哇真的高手就浮现了 到底谁会操作就浮现了 所以股神巴菲特曾经说 他说只有退潮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光着屁股在游泳 如果涨潮的时候水很满 每个游泳都游啊很漂亮 也不晓得谁到底是穿什么衣服 当一退潮了 哇怎么有人光屁股 好几个光屁股在游泳 一清二楚 当大盘跌下来的 请问谁做得好谁做不好 你是看了一清二楚了 现在谁做不好 所有讲多都做不好 为什么一路套嘛 很简单 所以他现在给你讲多 除非他跟你说 他这一路全部反手放空 开始准备做多 空手准备做多 那还可以考虑 但也不一定对 搞不好还继续跌 对不对 那如果美雅哲力 沿路跟你讲多 哇那就赔死了嘛 那一定是输家嘛 讲多这99%都输家嘛 因为大盘大跌嘛 对不对 所以巴菲特说 只有退潮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光着屁股游泳 只有大盘拉回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做错嘛 因为真正看得懂盘事太少了 懂意思吗 大盘就是一波涨一波跌 就所谓的怎么样 一波多一波空 短短两波而已 很多已经输得很惨了 来 这样怎么看 很简单嘛 来 透过股神系统是不是很简单 这叫多头 这叫什么 空头 这叫高档盘头 懂意思吗 这叫什么 转空了 三线跌破 有没有 所以目前的格局 今天是5月25 请问 目前有三线有修正完毕吗 很多人跟你说底部到了 有看到吗 同学朋友 我是没有看到了 看到你要去问他怎么看的 那高档他有没有看对 那如果高点都没有看对 跟你讲买多 现在跟你讲买多 我跟你讲再跌三千点 他还是跟你讲买多 那绝对是错的 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同学朋友 所以股神巴菲特你看 一个很聪明的人 绝顶智慧 他讲出来话一定是很值得参考的 对 他可以说 只有退炒了 你才知道谁逛的屁股有用 只有盘跌下来大跌了 你才知道谁做对 谁是高手 讲多了都套牢 很简单 没什么好 你不用再看了 你看也没有用 他绝对不可能帮助你 懂意思吗 前两天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 他说张一鸣 最近做的还可以吗 我说还可以啦 马马虎虎啦 他就问我说你有看过 乌龟叠在一起 七只乌龟叠在一起 你曾经看过吗 来 到这边 几只乌龟 一二三四五六七 排排叠在一起 而且头都抬起来 哎呀这不容易 这种叫做地图龟 不容易哦 这么多乌龟 在那玩乌龟叠叠了 不容易哦 这算是一个奇景 在那边享受日光玉 不容易看到这种景象 我说这个看这个要形容什么 他就跟我说 哎张一鸣 如果做股票 一档股票不多赢十万就好 可以连赢七次 哇 现在这种景气连赢七次一定很爽 哇这爽这爽耶 对一次赢十万 做一次股票啊不管做什么 然后买一档股票进去哇出来赢十万 第二档又赢十万 第三档又赢十万 第四下档又赢又十万 第五次又十万 第六次第七次哇每一次都赢 不多赢十万就好 连赢七次 哇那一定爽歪了 我就问他说 你看过七次乌龟叠在一起 那你有没有看过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 他被我吓到了 他说没有没有我只有看过七次乌龟叠在一起 没有看过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 他要形容说如果股票可以连赢七次的话 那七次乌龟叠在一起一定很爽 对不对 连赢七次的话 像七次乌龟叠在一起一定很快乐 景气也不是很好 有点双涨 如果可以连赢七笔一定爽歪了 那我就跟他问他说 小和你有看过连续看过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吗 他说没有没有 有吗有这种可能吗 我说有啊在这里 你看过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吗 真的有吗 我说有 注意看 有啊三十次乌龟 有没有 每一笔都赢叫全胜 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 不但叠在一起还大赚 两百六十五 他说没有 哇原来曾经可以这样做 可以啊 这不是我操作的吗 对啊 同样你看股票市场要什么 有一个新分析师问我说 张老师在股票市场里面当分析师 怎么样才会红 怎么样才可以大红大纸 一炮而红的这个东西 一个新老师上节目 他说一炮而红 我说当然有啊 那怎么样才可以一炮而红 我说很简单啊 三十次乌龟叠在一起就是一炮而红 如果你是个新人 也不晓得大家叫什么名字的分析师 刚考上上节目 操作连续赢三十笔 天啊 三十只乌龟叠在一起 那绝对是大红特质的 这叫一炮而红 问题是没有啊 股票市场这种太困难了 七只乌龟都很困难 不要说三十只啦 怎么可能 那既然有人做到了呢 三十只乌龟叠在一起 这太了不起了 这段是哪一段 怎么做的 十二月一二月 这段在哪里 就在这里 十二月一月二月 最高点二月嘛 就这一段 这一段要做多了 懂吗 三十只乌龟 有没有连营三十次 叠在一起 每笔都赢 大赚两百六十五 他说哇太厉害了 我说这个还不够厉害 还有三十三只乌龟叠在一起 我说你有看过吗 没有 他跟我说七只乌龟 我刚才讲 三十三只乌龟叠在一起 他说没有 那我告诉你在哪里 在这里啊 有没有做了三十四次 有三十三笔是赢的 一只小乌龟掉到池塘里面 只是小掉一点点 做了三四笔 一笔小赔 不是赔很多 小赔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来 然后剩下了三十笔 三十三笔通通赢 厉害 有没有 这十二月一月而已 这一段 所以有人说今年的行情 很难做 这多一个空而已嘛 不是一个多空循环而已吗 一段涨一段跌 就这样的道理而已吗 很多人说 今年的行情是十年来最难操作的 是不是 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做不好 那这一段做什么 接下来这一段 这一段做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做多 那做多你就关屁股游泳了 为什么 就漱光了嘛 很简单 这段要做什么 卖掉股票甚至反手反空 我们说什么 涨是行情 跌也是行情对不对 不要只会坐一边 股票市场不可能天天涨 而且台湾的股票市场跌的时间 比涨的时间还要多 那如果你只会坐一边 注定你就是输家 你在股票市场不可能赢到钱的 为什么 股票也会涨也会跌 怎么可能每天涨 对不对 所以涨是行情 接下来要跌 跌也是行情 这一段可以赚多少 他说没有 所以我就问我的朋友 他跟我说七只乌龟跌在一起 我就问他你有看过十四只母乌龟 这乌龟是母的 为什么因为他放空吗 股票往下跌吗 不是往上涨 不一样 跟这一波上涨 这波下跌不一样 所以我说你有看过十四只乌龟 母的跌在一起吗 全部都母的 他说没有 我都没看过 我玻璃孔我告诉你 有没有 在哪里十四只母乌龟跌在一起 世界奇观了 有吗 在这里 时间4月10号开始放空了 到 昨天今天为止了 来有没有 几次 十四次 十四次每笔都演 赚275块 这是特别会演的部分 有看过十四只母乌龟跌在一起吗 没有 展现给他看 接下来我就问他 你有看过 十三只大乌龟 而且是母的 而且大只的乌龟 跌在一起吗 没有 他一定没看过了 有十三只母的大乌龟 母的特别 因为空嘛 形容空单 大的乌龟 那表示赚很多吗 跌在一起你有看过吗 没有 没有 我保证你看 总统会员超过十三次 大赚374块 投这边 所以股票到底好不好做 你如果问我 我跟你说股票真的很好做 那如果问你自己股票好不好做 你又说股票很难做 十年来最难做的 你就问别人啊 别人都是跟你讲 十年来最难做的 为什么 做不赢找一个借口吗 那你问我 一样都没有 没有什么不好做 很好做啊 每一波都很好做 对不对 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力 你看人生会多美好 今天是周末了 请问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很简单 快乐度假去 我们的会员都去度假了 做什么 享受跟美女打网球 如果这个美女啊 你看身材这么火辣 他如果跟你打网球 你看人生多美好 可以跟美女一起来打网球 美女这身材这么棒 跟他打网球 光跟他打网球就赏心悦目了 打赢打输不是重点 跟他那边打网球一定很快乐的 啪 碰 对不对 一定很过瘾很快乐对不对 我们会员都去打网球了 那有的没有打网球怎么办 那就去度假嘛 为什么要去度假 悠闲快乐度假去了 那巴厘岛去度假去了 他说没有 为什么可以快乐度假去 赢这么多当然可以啊 赢这么多当然可以快乐度假去啊 那如果没有赢这么多 怎么可能快乐度假去 不可能 合不合理 合理啊 赢这么多钱快乐度假去很正常 非常的合理啊 懂于是吗 所以这个行情好不好做 很好做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难做 你看我节目也不是看一天了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后悔 你当时没有参加好可惜 这三个月前 4月12号你在犹豫不决 没有一个多月前而已 40几天前而已 你在犹豫不决 所以你把方向搞错了 当这些钱我们放到口袋的时候 可能是你做错方向 这些钱可能是你输的哦 那如果是你输的 你看你怎么会快乐啊 你现在一定心里很难过的 对不对 来 问问你自己 你最近三个月有赢到钱吗 有没有赢到钱 我问你自己哦 要问你自己 你可以骗我 也可以骗旁边的人 但是你骗不了你自己 为什么 本子一刷 哇怎么负债 越来越多 你就昏头了 所以人常常都要 带着假面具欺骗别人 不敢把真相说出来 怕所有丢脸 所以你可以骗我 你也可以骗你周遭的人 但是你能不能骗得了你自己 骗不了 你一让本子存者一刷下去 你就昏头了 怎么骗那没办法骗嘛 对不对 最近三个月你有赢钱吗 你快乐吗 幸福吗 你快乐吗 幸福吗 那如果你问我们会员 你们快乐吗 你可以说很美满 为什么 钱赚太多了嘛 当然快乐幸福啊 有什么不快乐的 有什么好不快乐的 很快乐很幸福啦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快乐幸福 不是每个人都有 要做对的人才有 做错的人可能就没有 而且可能还蛮伤心的 选对非常的重要 你现在命运是因为三个月前 你选择错了 方向搞错了跟错人了 用错软体了对不对 你现在选择又会决定 三个月后的命运 那请问你三个月后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必须由你自己决定 如果再选错了 那很可惜 可能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你说有没有道理 我非常感谢会员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观众的支持 但是我也不希望说 你看到我想赚很多钱 你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你是做错的那一边 你觉得我做很多很幸福 在天堂 结果你做错在地狱 生不如死 所以你要说好的老师 带你上天堂 坏老师带你住套房 你跟错人了 你用错方法了 你看错书了 把看到学问哪里 股票上实验输光了 你买错软体了 觉得那个便宜很好 赶快买 买完输光了 真的很可惜 朋友这个日子 不要再过下去了 谁能改变你的命运 唯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你手不把电话拿起来 请问谁能改变你的命运 有没有道理 我们这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请问谁能改变你的命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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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乘什么格局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解盘解一下 有什么好解 就是转弱转空的 有什么好解的 你怎么买都是赔 对不对 这是我操作可乘的绩效 58块 群年怎么看 好不好 不好啊 好怎么会越来越低 什么格局 看股票 看股程系统就知道了 看股程系统就知道了 你很最好做 我非常好做 那因为做不好 你迷失方向 你就会觉得很难做 夏天到了 夏天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吃螃蟹 我喜歡吃螃蟹 這種螃蟹 台灣的紅蟳 肉啊 很大隻 這比龍蝦更好吃 這打開都是蛋 讚 所以你問我說夏天 最棒的是什麼 吃螃蟹 第一個 第二個 吃冰淇淋 夏天最棒的是 就吃這種冰淇淋 超棒的特寫 你看這美女 好開心喔 對不對 吃冰淇淋吃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哇 你看多歡樂 對不對 所以夏天最快的是什麼 就是吃冰淇淋跟吃螃蟹 你有過過這樣的生活嗎 有沒有 冰淇淋尤其在 冬天的時候 在北海道吃更過癮 但是很多人沒有體驗過 我就不談了 來 這一段叫什麼 空投格局 跌2600點 你是不是一路做多 有沒有 週限已經連跌三個禮拜了 來 特寫 三個禮拜前300 兩個禮拜前250 這個禮拜五跌80點 有沒有看到下影線 沒有 下跌 只跌的時候下影線 有沒有下影線 沒有 所以都沒有 你覺得這盤次跌了嗎 我完全不覺得啦 什麼格局 三線轉空 你怎麼會覺得好呢 所以很多人這一波 很慘喔 有沒有 買的擔心 抱的傷心 賣的痛心 賠光了嗎 很多人都不曉得要跑 為什麼不跑 不是不願意跑 不知道要跑啦 有沒有 沒有人告訴你要跑嘛 所以你不曉得很可惜 這什麼格局 三線轉空啊 我有告訴你啊 可是你有沒有聽進去 很多人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 現在再來後悔 來 愛因斯坦 相對論的發明者 愛因斯坦說 一遍又一遍重複做錯的事 那什麼是重複做錯的事 三線轉空股票你拼命的買 買了一檔又一檔 買了一檔又一檔 這叫什麼 重複做錯的事 而為期待有不同的結果 那將會精神錯亂 這是愛因斯坦講的話 你永遠在買三線轉空的股票 你希望能夠賺大錢 不要傻了 那是永遠不會發生的 來 政研法師說 做該做的事是智慧 該做的事把它做智慧 做不該做的事是愚痴 你在做智慧的事 還在做愚痴的事 你在買三線販賭的股票 還在買三線轉空的股票 問你自己 這波真的很感謝 會員的支持 感謝觀眾的支持 你有多少錢可以實驗 找對方法先贏一半 什麼是對的方法 股神系統就是對的方法 對的方法可以不斷不斷的印證 這叫做對的方法 懂意思嗎 不要再用你的錢在做實驗了 有一天賠光你一定會後悔末期的 來 德國的哲學家說 尼采 尼采說 愚昧跟無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這邊不要讓自己痛苦 要離開痛苦的深淵 懂意思嗎 誰來幫助你 佛祖來幫助你 懂意思嗎 他怎麼幫助你 他會勝出熱情的雙手 來擁抱你 你要記得把電話打到就可以了 當然佛度有緣人 能救的我一定會先救 我們見到這裡 下禮拜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